好 社長 中國古代帝王 很多人都有盜墓的經驗 沒有想連乾隆都有盜墓 而乾隆其實把明十三零 很多的金絲南墓 倒來為己用 但怪的是 他只有一個墓不敢碰 竟然是萬貴妃的墓 而這萬貴妃的墓 上面居然寫著一個 你不動我 我不動你 為什麼這八個字 竟然讓乾隆害怕 不敢動手呢 對 乾隆貴為久武之尊 天不怕地不怕的一個人 明十三零金絲南墓 跟那個什麼隆恩殿裡面的一些配件 全部倒走 倒走 但是就這一個墓 真的倒過這個東西 對 但是萬貴妃 明朝萬貴妃的墓 他真的就不敢動 不但不敢動 去動了以後還要道歉 還要道歉 跟萬貴妃道歉 乾隆有人講說萬貴妃的墓 是中國古墓裡面最邪門 最兇惡的一座古墓 這麼兇嗎 對 你知道乾隆當時 去動這墓的原因是這樣 他當時到了山林的古墓 後來他是在那個 現在的儀和園 儀和園裡面有一座天壽山 天壽風水寶地 他在天壽山下 乾隆 在天壽山下要蓋一個延嶺 蓋延嶺 就叫公部去動工 結果公部來到天壽山腳下 天壽山底下有一個比較矮的山 叫乾山 乾山這邊有一個古墓 就是萬貴妃的墓 他當時講 萬貴妃擋在這裡 對 乾隆皇帝要蓋圓嶺 這個墓殘掉吧 那個裡面把它挖掉吧 要或者移走 是 怎麼可以在那邊擋路 就動工了 動工以後開始從這邊挖 他地基在挖這邊裡面 有一個木道 一挖慘了 看到一塊石碑 一塊石碑上面八個金色大字 金色的 你不動我 我不動你 可是這只是嚇唬人 對 嚇唬人 嚇唬人 結果你知道剛好挖到這邊的時候 這些工人就會害怕 就問工部人怎麼辦 工部人說沒有關係 繼續挖 當然我也要繼續挖 結果一挖 天降大雨 他說當時雷敏閃電 親朋如柱 出壞事了 對 然後剛才講是天壽山的前山 土石崩塌 崩塌一塌下來 就掩埋了很多工人在這個木道裡面 當時當天 很多工人被埋在裡面了 對 然後工部就想那沒辦法 黃帝要的 趕快等天氣好之後清理 清理現場這些人移走 結果下令說繼續在挖的人 猝死 隔天 下令的人 對 猝死 所以後來這個事情就傳傳到公部的主事上面 上面說沒辦法 那跟黃帝講 是不是要看有什麼辦法 結果乾隆說我不信 他親自跑到萬閨飛墓來看 果然看到這個石碑這樣寫 寫幾個字 你不動我 我不動你 對 他本來還不信寫 想寫這幾個字 乾隆說那不行 後來乾隆你知道 在遺和越嶺裡面 遺和越嶺裡面 現在你去看還有一個叫佛香閣 現在有開放參觀 參觀 中國建政的時候有封閉的一段時間 佛香閣是遺和越裡面最高的建築 他怪的是什麼 他裡面拜的一個佛是什麼佛 乾隆皇帝當時蓋這個 蓋這麼大的一個佛香閣 有兩種講法 一種是說跟萬閨飛道歉 一種說我要鎮壓 鎮壓萬閨飛 對 這個太邪門了 那裡面的佛是什麼 一般人家拜的菩薩 什麼那個釋迦莫理佛 他拜的是西方接引佛 接引到西方去 所以把你萬閨飛接引到西方 這是乾隆當時 等於說有人講說道歉 或者鄭家的一座廟宜 那你說真的後來有人動 有民國有人去動 我們講民國是金髮混亂的時期 一九二三是很亂的時期 當時在這邊附近有一個金髮 叫陳老六 陳老六帶一百多個人去挖這個古墓 剛好過幾天以後陳老六就結婚 要大婚 要大婚之喜 你知道他挖的是有 挖到萬貴妃的金鳳罐 很漂亮 很漂亮 他想我老婆帶這個金鳳罐 不是很漂亮 就讓他老婆帶 當新娘 帶這金鳳罐出席 所以當時是非常瘋動的一件事情 大家看 哇 帶這麼珠光寶氣的一頂 一頂 皇后的 對 算皇后的 結果你知道 帶了好 那沒事了 過不到兩個月 金髮對抗 他被國民黨當時的警衛部隊打進來 打進來以後他敗仗 敗仗以後吃到那個槍子彈 這個陳老六當場過世 過世以後 當時警衛部隊就衝到他家裡面去 那個他的老婆 陳老六老婆 一聽他老公過世 上吊 所以你知道他後來聽說 因為他還沒有指示 得從此結後 那陳老六跟他老婆是真的兩個 就當 還不到兩個月時間就走了 那其他哪有寶藏的人呢 其他寶藏的人不知道 就有人講說是金髮對抗的時候 在戰場上都被打死 有這種講法 那主要是陳老六的記載會比較清楚 所以你看這種 他們說你不動 我不動你 那真的是非常凶惡的一種古墓 所以那個有應驗了 對 而且我特別講 剛才講這個佛香閣 其實在後來也是很閒的一件事 怎麼樣 為什麼一九二三 那個陳老六盜墓會出事 佛香閣在慈禧的時候 幫他又做了一尊接引火 中墓裡面有兩尊 是用銅做的 銅做 但到民國金髮比較亂的時期 兩座佛香被倒走了 等於他壓不住這個萬貴妃 所以一九二三才會出事 那後來你知道到中國一九四九以後 一直到一九八九 四十年時間 這裡面是空的 沒有佛像 沒有佛像 那後來一九八九 中共他們講說要開放給民眾參觀 裡面還是要個佛像 放一些東西 對 後來去北京廟宇裡面找 找一個佛像來 就把他放在這裡面 那怪的是這樣 那個佛像頭上面 因為去碰傷了 碰了一大塊掉了 掉了以後 他們說這個頭一定要換 現在一個佛像 佛像的頭掉了一大塊 怎麼可以 結果你知道 當時要再找這個頭 來安裝的時候 在宜和宜的昆明府裡面 去撈到 有個傳家去撈到一個佛的頭 剛好 對 這個頭去跟那個像 你知道 那很難 你要佛像不是故意雕刻 你要佛頭去裝 頭去裝 那個身體 大小不一 對 他剛剛好 剛剛好箱上去 對 才把這個頭像放進去 所以現在你去佛像 看的話 其實那個佛像是一九八九 後來以後 這個昆明府 對 一個頭 一個身 一個廟宇裡面的身 一個昆明府裡面撈起來的頭 去銜接起來 剛好完全百分之百 穩托放在這裡面 好 瑞德 我們剛剛講到的 萬閨飛的墓 沒有想這麼兇 這麼餓 你不動我 我不動你 連乾隆都畏懼三分 但你想說 在臺灣有一個地方 在瑞巴公路旁邊 你要非常小心 對 沒錯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瑞巴公路自己本身 那麼很多的彎道 所以常常出一些車禍 而它的旁邊 就是瑞芳的第七公墓 那麼在這個瑞巴公路裡面 事實上你可以發現 那麼對方的車子 突然間就過來 然後兩邊就這樣 發生這個差狀 這樣的事情 被常發生車禍 事實上它的這個 你可以發現 它的路面其實還蠻寬的 然後就會莫名其妙 就會出現 常常會出現 那麼對面的車道 就突然間就衝過來 那麼也曾經有這個 等於說這個載著兩個自小客 也莫名其妙就直接對撞 撞了以後造成這個傷亡的命案 還有遊覽車也是一樣 那麼開著開著對面的車 除了人就越過中線 棒了以後 司機自己本身 就因為這樣子而罹難 然後是越過中線 對 然後兩個 那時候坐在中間三個人 還在唱歌 那個人竟然唱歌的人 還飛出來 被撞到 從遊覽車頂上 車裡面飛出來 那麼造成了兩死二十三 傷的這樣一個產劇 理論上來講 因為你可以發現 因為沒有那麼嚴重 不像我們講的 很多的路段一樣 那麼那麼窄 那為什麼會發生 一再發生這樣對撞 那麼過去也曾經發生過 那麼有載有出家人的 這個車輛 那麼在經過一個地方 放了以後 那麼那個突然間 那個出家人 坐到後面的出家人 因為前面有個狀況 那麼出家坐到後座兩位 其中一位就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就念佛號 旁邊那個一聽到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那也念了以後 耳朵旁邊出現了 很不不不不 不知道為什麼出現 一個人講話 耳朵旁邊聽到什麼 這兩位出家人人蠻好的 我們就放過他吧 棒 這輛車就出車禍了 然後前面的兩位 那個車是撞得一塌糊塗 前面兩位 出家的車禍而去世了 那兩出家人 後面的兩位雖然有受傷 但是送到醫院了以後 他們後來是活下來了 所以很難理解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他的路沒有想像中 這個等於那麼窄 可是常常就發生 對面的車子就會莫名其妙 就過來 然後就碰撞 然後這個地方事實上 還有一件案件 那麼我個人認為是台灣的 暗中暗 旗中旗 還有旋中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案子一開始的時候 是來基隆跟瑞芳這個地方 那麼基隆跟瑞芳這個地方 那麼因為有一個國大代表 叫做楊詩琴 他的哥哥楊詩東 領了從銀行領了幾百萬了以後 人就不見了 再也找不到人 所以他趕快報案 那因為這個弟弟是國大代表 所以很重視 趕快很多警方就來 先到達那個楊詩東 他住的地方來搜了以後 發現把整個床墊弄開了以後 心就涼一半了 下面都是血跡啊 那麼根據事實上 後來還根據這個用這個多潑域光源一照 地上全部被清洗過 如果按照包括床墊下的跟地板上被清理過的 這些血跡來講 已經超過一個人活下來的血量 就是你流血量已經讓你思血而亡了 大家心裡有數 可問題是人到哪裡去了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開始搜 當時就沿著整個基隆跟瑞芳 從分別從海上 然後跟陸地上 然後山上進行收山 進行收海 最後收到很有名的基隆蝙蝠洞 一進去以後 收到兩個火鍋墊的火鍋的那個紙盒 裝的人類的殘骸被分屍後的殘骸跟一顆頭顱 那你會說會不會是楊思東的對不對 不可能 楊日松一來就要否決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這個屍體已經放在這個地方很久了 而楊思東才失 才失蹤幾天而已 所以這個屍體分屍案是有人被謀殺分屍了以後 被藏屍在這個蝙蝠洞的裡面 那因為你們收山 就收山意外把它收出來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才說暗中暗 暗外暗 那後來 所以之前有一個分屍案 對 沒有錯 那後來楊思東呢 那麼自己本身用託夢給他 這個家人啊 那麼在夢中 他捲成像一個蝦子一樣 然後呢捲在棉被裡面 就一大早就有人在這個 比如說基金公路的海邊 一個轉彎的地方 那麼看到了一個棉被 一個那個等於說 那個電線桿下面一個棉被 然後結果呢 一吐吐吐吐吐吐吐了以後 一個屍體在裡面 警方來的時候 他真的被捲成像一個蝦子的模樣 包在棉被裡面 原來是他的鄰居啊 那麼知道他有錢了以後呢 謀財害命為了幾百萬開槍 把他給打死 好 重點來了 那那個分屍案的頭 跟那些肉絲塊 是誰的啊 不知道是誰的 所以呢 做了必要的一個採證了以後呢 後來就把他 葬在第七公墓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第七公墓 那當然他是無名師嘛 無名師不能火化的 一律用土葬 就埋在那邊 七年的時間 沒有任何的線索 沒有人可以知道 到底怎樣 就沒想到 那麼在基隆開洋肉爐火鍋店的一個男子 叫做張蕭翰 他跟他的王姓女友吵架 而且要跟他女朋友分手 他女朋友知道一件七年多以前的秘密 也就是跟這個埋在第七公墓裡面的 頭顱跟屍塊的主人有關係 原來這個死者姓李 這個死者就是被他男朋友殺害以後分屍的 而且他知道這件事情 可是因為是他男朋友嘛 然後又一方面愛他 一方面又怕他 因為如果你萬一讓警方知道的話呢 會不會殺了我之外 所以沒想到男朋友最後 竟然外面另外劈腿有女朋友 要跟他分手 一氣之下 自己找上了當年的專愛小組 然後呢 就因為這樣子 專愛小組 後來還開關驗屍 那麼那時候還發生了一件事情 那被害人呢 事實上還曾經跟這個王姓的女友 王姓的這個女子呢 託夢 託夢裡面說 大姐你要幫幫我 大姐你真的要幫幫我 知道能幫我的就只有你一個了 那夢裡面呢 全身死零零的 全身死零零的 結果後來有開關驗屍啊 打開的時候 照理來講七年了 應該全部都爛掉了對不對 結果為什麼夢裡面這個 死者呢 死零零的呢 因為他全部浸在泡在水裡面啊 然後呢當時警方找到 找到這個被指殺人分屍的 這個張瀟漢 他否認喔 他否認 欸有趣了 當年他確實開羊肉爐跟火鍋店 當年在這個基隆蝙蝠洞 找到分屍的這個頭爐跟屍塊的時候 請問你我剛剛講是用什麼裝的 用火鍋的那個紙槍裝的 然後呢當年這個李姓男子呢 事實上他自己本身他的摩托車 還停在附近 然後他是跟朋友來喝酒了以後 先離開又回來 結果在那邊鬧了結果呢 被張瀟漢呢 覺得很煩很煩 把他打了一頓以後 拖到地下室把他打死 以後再分屍 那既然如此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足夠的證據嘛 對啊 所以當時要讓你扶手認罪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要找出直接的證據 因為他女朋友說 男朋友把他拖下去了以後 在地下室的浴室分屍 所以警方就很小心的 拆掉了浴缸 然後呢 把每一個水管全部拿出來 天網灰灰疏而不漏 在那個水管的轉彎的地方 有李姓男子一小塊一小塊 被分屍的屍體上面的小骨頭 就靠著這個小骨頭的DNA 後來驗出來就是死者 所以後來張孝翰因為這個案子 被判無期徒刑